我們那時候就想 那我們把玩具的這個首頁做一個改版 未來它可能可以變成一個獨立的網站 專門服務玩具的用戶這樣 我們最後放了一個問卷 上線的第一版大概50%的人說 不滿意 這不是我要的 拜託不要改版 我們想說 這怎麼了這樣 我們才笑 因為管首頁是分類的主要路口 那他把這個分類放得很下面 在裡面 對 他把這個個人推薦 跟我們推薦的賣壓放很上面 然後這群人就說 我要找他為什麼不見了 我們現在就會跟所有的 不管是需求端 或是我們自己的朋友講說 不要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思考用戶 Even你在其他場景你是用戶 但你建立這個辦公室這個Building 你就不是用戶了 你就是這個Prada的規劃的人 嘿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SiteChatSiteChat 我是Inside的編輯Mia 我是Vox 那今天SiteChat邀請到的是 露天市集的常名長 劉彥博 那歡迎彥博 來跟我們今天聊聊天 那請跟大家打聲招呼 Mia好 然後Fox好 我是露天市集的Mike 呃本名劉彥博 對大家都叫我Mike這樣 OK Mike 嗯 Mike 因為呃 我們應該剛剛開始來講 是不是 露天過去我們都習慣叫露天拍賣 嗯 那 露天其實在應該是今年年初 或是去年的時候 以前跟 也是跟商店街合併 嗯 所以 整個來說露天拍賣現在已經 就是叫做露天市集 是 那你可以跟我們聊一聊就是 哎 就是為什麼 然後改成露天市集跟拍賣是一個有 具有rebranding意義的原因 嗯 嗯 呃 我 這 在 露天拍賣大概才零 在零 零年左右開始創建的 然後這十幾年來 呃 都叫露天拍賣這樣 那 在 呃 我家露天之後我們做了幾個改變 那當然除了文化上的改變之外 rebranding也是我 呃 推動蠻 蠻 呃 主要的一個重點這樣 那 我們為什麼會捨棄拍賣去轉成市集 是因為 呃 首先拍賣這個服務我們已經有 好幾年沒有提供這個服務了 啊 對 我們大概幾年前就停掉這個 就是 beating這個 這個這個 功能 功能 對就是 呃 大家以前很習慣來露天拍賣去 欸 我去競價 然後去beating很有趣 嗯 對 但是 呃 事實上電商的整個眼睛過程 大家本來從這種叫uncertainty 變成certainty 就是 我們價格要很很確認 時間要很確認 然後 等等 所以我們覺得拍賣這個服務 好像大家 在使用上沒有那麼高頻 這樣 所以 這是全球都看到嗎 因為 我們知道露天它跟eBay是某種 血緣關係 是 那 當年eBay就是 它是beating嘛 比如說你出一塊錢 然後我們在24小時內截標 大家就一直beating上去 嗯 所以這個功能在 就你觀察 如果你知道的話 在在國外 這件事情 也不是這麼的流行的嗎 呃 因為那時候我們看的是台灣的數據 哦 對 然後台灣這個用戶量 對這件事情 它的 使用量已經變低了 對 然後再來才是 呃 大家對於購物的這個傾向性 已經有一個轉移 所以 做做Reventing 一個是 這個服務的調整 另外一個是我們希望 像露天可以提供給客戶什麼樣新的 這服務體驗 嗯 對 那在思考過程中我們就想到就 如果我們本來 我們期待 呃 用戶來露天逛街是 這個叫探索 嗯 跟逛街的樂趣這個這個主標的話 嗯 那我舉個例子 像如果兩位有機會去譬如說 逛商場買東西 嗯 你應該蠻明確就是想要買 可能3C筆電 電腦相關的的東西 那 像隔壁可能是 呃 市集 假設在那個 呃 對 隔壁這個市集 那你去市集你的想像是 你是因為有興趣進去這個市集主題 你不是一個目標指向性想買東西的 所以 你在裡面可能是探索 然後尋寶 找到驚奇的東西 那去逛街這樣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從拍賣轉成市集 期望給用戶的這個服務體驗 OK 嗯 呃 我這個其實在過去幾年財報有寫 但是我不知道你最新公告的數字是多少 我呃 你們現在一年的transaction交易額到了多少 交易額嗎 呃 GMV 我我我先講一下就是 露天事實上現在還有很多人在用 大概 對我知道 我知道有很多人 所以才會用這個數字 我記 對 巨大 因為是我看到那個數字就是 什麼 幾百億台幣 還有好幾百億的GMV 對對對 那我先講一下流量好了 對 在流量 像排行講我們每個月還是有超過2.5億的PV 哇 對 我們一天還是有好幾百萬的PV 就是好 好多人來瀏覽露天 就是 從06到現在很多用戶他是很忠誠的 習慣 他很習 他已經習慣在露天買東西了 嗯 然後 所以一年我們有上千萬筆的訂單 然後好幾百億的GMV 這個是 呃 對 在對外 用戶對露天的這個 既定一下好像有一點點 呃差異 對 但真的還是蠻多人在愛用露天 然後習慣來露天逛街找東西 據我理解是 但這可能在財報上會沒寫啦 但是 呃 在儘管在網家的集團 這這話以為我來講應該是 可是網家看起來 因為最近 Alex 呃 其實他在半年前有來過 哦 然後 呃 呃我們也聊到因為 近幾年是虧損 那前幾年是因為 呃 主要是商店街為了用實施免運費 那要跟蝦皮拿對台 嗯 那 當然台也虧損 但是問題是蝦皮一直都虧損 就沒有問題啊 哈哈哈 但是因為 網家是個上市公司 又是台灣上市公司 你知道 呃 講到虧損感覺就是一個 嗯 很食而不赦 但問題是蝦皮可能連續虧損不到N年了 對 大家也看不到這個財報 對 大家也不覺得怎麼樣 嗯 但是因為 就是就是啊 但是那時候呃 定位就是網家要用商店街去跟蝦皮對抗 對 那所以那邊就推虧損 但是如果以露天來講 嗯 露天本身是蠻賺錢 就是他GNB巨大 對 所以下來之後他其實是一個賺錢的 我想BU嘛 或者是一家 呃子公司 對 所以這個是跟大家印象上是完全不一樣 沒錯 對 所以呃 所以我們才今天有機會來聊 是我覺得很有趣 是因為 因為這個是個賺錢 而且是 呃跟大家印象中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想知道說 欸那最近 到底這兩三年 有做了哪些有趣的事情 除了rebranding啊 合併之後 你有做了哪些事情 OK 呃 剛剛提到賺錢這件事情 我再補充說明一下 就是 這 這 從060到現在十幾年 露天的這個BU 一直都是網家體團裡面 獲利的主要的公司 這樣 對 然後 呃 因為 呃 露天是在做C2C 我先大概補充說明一下 B2C跟C2C的比較主要差異 對 就像 P624H跟MOMO 就是我們傳統認知的B2C 就是他們會很嚴格的去 把控廠商 然後去審核商品 然後確保他的服務品質到一個程度才能 進到平台裡面販售 那 露天這邊 呃B2C我們可能補充說明 因為我們要把所有人當作沒有聽過這些事 就是B2C就是商家對Business to customer 就是 就是 商家對上消費者 直接對消費者 那所以這是B2C 那等一下會講C2C 就是一般使用的對食物 消費者賣給消費者 那就是 就是 拍賣 拍賣 傳統上意義的 傳統上意義拍賣 上傳就可以賣東西 那 所以他跟B2C最大的差異就是 呃 我們有超多 各式各樣來源的商品 那 但我們不可能每個商品去省 我們路線現在有3億多的商品在架上 Listing的 List的還是 List List 不 呃 不包含下架的吧 不包含下架的 OK 我們每天在下架好多朋友 對對對對對 量價也是很大 對我們要去去去review 就是哪些品是值得被銷售 哪些品可能 這個賣價有問題 或者是這個商品價格 異常高異常低等等 或者是甚至 可能有詐騙傾向風險的 我們都會去review 哦 OK 所以就是會 你就 剛剛講 呃一直 呃會review上下架的商品 每天下架很多東西 是 是 然後 呃 我會說露天 在做的比較偏一個媒合的服務 因為我們是2 side market 買家跟賣家 那 我們要去理解 買家他搜尋 背後他的 他想要 真正想要找到的東西是什麼 那 哪些賣家的質量服務夠好 然後商品品質夠高 然後他 他陸陸通聊天的回應率很及時 嗯 然後他以以往的出貨的速度夠快 然後他的評價夠高 那 來做一個排序 所以 我在內部跟同行溝通 我會覺得說 事實上 我們就是在做一個電商平台裡面的Google 對 那怎麼去讓 呃很熟熟熟熟熟熟知道這個買家背後 他以前買過哪些東西 我舉例像 假設在 呃住在台北的人 他可能會希望儘快拿到貨的話 那 他會盡量找 可能北北基陶 可能這個賣家會儘快的可以出貨給他的 那 以及他以前買的東西 他可能注意CP值 他不要買很貴的或很便宜 他可能要買重用的 那 有這些歷史的資訊 那我們就去 依照他以往的可能搜尋購買 瀏覽的一些評價紀錄 來做比較個人化的推薦 這個是搜尋引擎的部分 我 但這個我這有點冒犯 但是 呃 理論上PChome的搜尋team跟 呃 露天應該是不同的 是分開的 我們是完全獨立 各自運作 各自運作 所以理論上在產品的開發上 也是不同的 不同的 應該說 我們就是完全兩間獨立的公司 完全各自運營 那 我再講一個更不禮貌 因為我 我原本之前很久以前 我有用 呃 露天的app 然後 你們最近有改版嗎 就是 呃 坦白講 在某時間點之前是很不modern的啦 那就是 那 這是有改版的 我們 呃 我進到露天之後 我們有做了幾個比較重大的調整 我補充講一下 像 我覺得 以前網家集團很習慣的開發模式是Waterfall 合理 就是 派工規劃開發的 等等 但 我導入了一個叫敏捷文化 Squang 對 因為我覺得網路服務它很需要快速迭代 然後它很需要小單位作戰 就是 不是所有 呃 所有的PO都在等我發號施令去開發 而是 他們應該各自有自己的team 譬如說 Effert value priority 那 它就可以全面性的 我覺得它叫整個Mindsay思維的轉變 就可以讓整個 齒輪可以運轉得更快 整個疊代可以更好 那 去順暢的執行 PDCA 就是Plan, Do, Check, Adjust 然後再Ratual 那 這個循環一旦發生之後 他們就有各自 我叫很多腦袋 在同時往前進 那就可以讓整個產品推動的速度更快 哦 那 我們剛剛講 就是講說 產品搜尋是一個重點 那還有其他的嗎 OK 那除了搜尋之外 我們也有做廣告平台 哦 就是 對 那這個廣告平台的目的是因為 當剛剛提到 這些賣家的商品被 呃 被搜尋結果排序出來之後 當然會依照剛剛講的順序排序 但 如果有些賣家他想要 呃 有更多的曝光 呃 提升他更更多的訂單成效 那 他可以用 呃 關鍵字的廣告 或者是我們內部的一些關聯性廣告 推薦廣告 去去去 而競價 嗯嗯嗯 因為 因為其實我們當然都知道 Amazon 或者是 國外Ebay 我猜測 其實 呃 國外 Amazon是確定的 就是他們有很大的營收 其實是來自於商品的廣告 嗯 那這個也是潮流之一 那這個大概做多久了 廣告 廣告我們也做了 應該說 從真的從 以前的廣告事實上還是叫CPM 就是曝光型技價 然後再來才轉成點擊技價 再來轉成B頂技價 對 那他他應該至少有好十年以上 哦有十年 我印象中至少超過十年 對 那真正變成real time building 大概是近幾年發生的 對 那 所以 我我以前還沒有加露天的時候 我在別的店上也買過露天的廣告 對 那時候是用CPC技價的 對 曝光跟CPC技價的 但他不是指導 呃 在內商品 他會導到外面去 對 以前 以前整個網家聯播網 是有嘗試販售廣告 甚至到PC用首頁 以前也是有蓋板可以買廣告 對 都是可以外外導帶別的電商去 或是別的平台去 所以現在這個 現在這個real time building 不是只有針對站內 而是也是會導外的 我們現在有轉變策略就是我們不希望導外 對對我剛剛講說 沒錯沒錯 傳統上我印象中是都不倒外 是對 你應該是給 都放在那個網站上面 沒錯沒錯 應該是賣讓在露天上面的賣家去廣告他們自己的商品的bidding 我記得應該是這個邏輯 那可以透露 這個大概是占整個制度可以講 就是在營收的大概多少percent 占比不少 占比不少 超過 大概是很像嗎 約略在這個上下方 喔OK 那蠻多的 所以其實是蠻重要的一個 那可以多分享一點這一個嗎 就是說 它是給商家賣的 然後它是成交才收錢 不是 像Google關鍵字廣告 我以這個為例 它還是以點擊為這個 來CPC click 每一個點擊計價價 那我們內部目前也是用這個機制 就是如果你跟 我舉例 如果你們兩個都在賣口罩 那你會買口罩這個關鍵字 那你們兩個就會去Bidding說 我想要排名第一名 所以你出10塊 你出5塊 那它就會優先排在你上面 以這個為例 所以就會 依照他們Bidding的價格來做排序 當然 同時還會 我們內部有做一個賣家分級的機制 就是依照剛剛講的 這個賣家以前的服務品質 然後商品的熱銷度 跟評價等等 綜合 再加上這個Bidding去做排序 所以會有 所謂的一般搜尋排序 跟廣告搜尋排序 懂了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服務 好 那第三輪呢 它有其他輪 OK 那因為 既然我們有那麼多的數據資料 我們就認為 我們有沒有機會做數據的生意 這件事情還沒有被很定下來 但是 我們內部在思考的是 因為Google已經想要Cooklist了嘛 它不讓 它要自己用這些數據 它不要再賣給你們這樣 所以 露天既然有這麼多的流量 我們也在思考 以前到現在瀏覽這些數據 有沒有機會再做更多的應用 懂 所以 目前只有在內部讓行銷人員 我們有很多的分群 分眾貼標 它做更好的個人化推薦跟行銷 那下一步就是 怎麼讓這些賣家 也去做更多個人化廣告 然後甚至應用這樣 OK 因為這個 這個脈絡又要再講一下 就是說 這樣講Cooklist 就是 在過去 不管是Google 或者是Facebook廣告 那都有一個東西叫Cookie 那意思就是說 可以讓 廣告主 或平台們呢 透過這個 在瀏覽器的一些 機制 去追蹤你的 足跡 然後推送給你 對應的廣告 但 Google 跟 Apple在過去幾年 慢慢把這些足跡給斷掉 對 那Google說 我們 Google講很多次了 但是理論上應該就是 近期要把這些事情 徹底的斷掉 應該講超過一兩年 然後一直沒有 對 講很久 很久 因為太重大了 他不敢 不敢 因為他可能擔心他一動之後 他的廣告營收會大幅下降 然後他的投廣成效會變低 對 那如果我身為廣告主 如果我的弱勢降低 那我投預算盪會 就這樣 這簡直是一個 對於整個數位廣告 是一個很重要的影響 那為什麼要把自斷手腳呢 因為這跟所謂隱私權 因為會追蹤到你的主機 這其實有一些隱私上面的問題 那蘋果在很久 大概幾年前 就把這條路給斷了 那那個時候也造成了 因為蘋果不靠廣告賺錢 對 所以他們就把Facebook跟Google 一些路給斷了 那時候就大家都很痛苦 因為那個時候 大家的回報率就下降了 因為你追蹤的成效下降 所以現在大家就講Cooklet 就是沒有這些所謂Cookie的狀態下 要去如何的讓成效保持在一定的水準上 變成是現在數位廣告界在未來幾年內的顯學 誰都能夠做得好 誰就能夠掌握了錢 這個是為什麼 就是說不管是在 不管是在關鍵集團 或者是在 不管入天市集 大家都在講這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如何透過好的數據的梳理 然後去讓廣告成效更 對 所以這也是一個生意 對 因為 我之前事實上也做過一個廣告平台 在 這可以講 這可以講 就是我那時候是因為獵豹一動 他們在做全球化的APP 然後當初 一開始 因為他們大概有六億的全球用戶 然後 那 免費的使用流程 當然它的背後的變現模式就是廣告 對 那一開始他們會去跟Facebook跟Google 串接廣告來 來曝光 但後面發現 這樣被多賺一手 那 如果我流量這麼大 我是一個這麼大的publisher 我為什麼不自己做廣告平台 所以那時候我被邀請進去就是我們要建整個 DSP SSP 跟整個 我們叫Exchange 甚至DNP也是在那個階段產生的 就是Data的Management Platform 就是用戶的行為足跡的 就是 就是 你在手機上的瀏覽足跡 或是你在browser上的瀏覽足跡 都可以透過Cookie 甚至手機上的SDK等等被追蹤起來 那 對廣告主 他在投放的時候 他可以去targeting說 舉例你可能玩過什麼遊戲 什麼APP 那你對什麼廣告類型可能更有興趣等等 對 OK 大家如果對於剛剛 這個Mike剛剛提到的這些名詞有興趣 歡迎追 去看我們 去聽我們在 可能半年前的一集 跟鴻門互動的這個 這個創辦人 那一集我們都在講廣告 所以這所有名詞 他應該都講過一遍 好 就這樣重溫 但是問題在於說 因為不見得大家每一集都有追 但是 所以廣告其實大家都會用到這些名詞 但是 我每一次反正都會有聽眾朋友們就會說 這些名詞到底什麼意思 但anyway 但反正大家只要知道 這些數據管理 資料管理 然後讓大家 比如說平台們可以更好知道自己的 使用者的狀態 然後去做了一些分鐘 那以後可以拿來投递正確的廣告 那這個是做法 對對對 那沒有Cookie以後的替代方案是什麼 OK好 那這就提到為什麼 露天需要自己建我們的 我們內部叫露天Data Bank 就是當我們有這麼多用數據之後 我們的數據分析師會去貼標 然後再來才是應用場景嘛 就是貼完標之後他會知道 這個人他 我舉個比較明顯的例子 這個人他買過什麼東西 他買的 如果他我們看出來他是一個男生 但他怎麼好像常在買母嬰 然後又在買一些家用品 那我們背後思考他有可能是一個 一個家庭 但都是爸爸來付錢刷卡買東西 但他買的都是家裡在用的東西 所以就會去知道說 他的購物習慣跟有沒有可能他背後 阿鋪不只有這一個人 就是我們在計算的是這個客戶的 我們叫Lifetime value 就是他的終身價值 跟我們依照他現在看的 跟他之後可能喜歡哪些東西 去做個人化推薦 對 所以有這個露天Data Bank 讓我們的這個行銷人員可以知道 精準知道說他們之前買過什麼 我們在一些特殊活動檔期 應該推給他什麼類型的商品類型 懂懂懂 OK 所以其實 蠻出了意料 就是說我們原本其實可能會想到說 更多的商品 的東西 但其實這比較像是我們已經看到廣告的這個領域 對 因為不是直接透過賣商品這邊來作為收入來源 可是實際上對商家來講 或是對賣家來講 剛剛第一個講搜尋 其實應該是針對賣家發現到他們想要的商品 這是一個最快的 就是 我今天要買一個某個漫畫 或買一個二手書 結果我很快就能找到 這是最棒的體驗 那 針對商家呢 有什麼特別對於他們會吸引力 除了價格之外 因為價格現在大家就是 就是價格戰 那你們這邊呢 就是 就是 呃 因為 電商不外乎就是人產貨嘛 對 就是人就是買家 然後當然只是露天特別是我們有賣家這樣 那廠當然是我們這個平台 那當然是貨 那 呃 如果我們把這個商 商品分成幾個維度 就是現貨市場 對 對 就是你現在買馬上可以拿到叫現貨市場 那再可能往上叫做未來的商品 預購市場 對 往下是二手 就用過的 對 那在現貨市場這個維度裡面 幾乎就是只有速度跟價格這個變因 對 幾乎 就是你撇除品牌這個是偽點 但 那大部分的有品牌的這個商品 都可能已經在PCO Momo上架了 對 那會在露天這邊這個場域出現的 它可能 因為大家會追求便宜或者是一些零組件 對 那它可能偏白牌 就會在現貨市場這邊 那露天我們有一個很特別的維度 就是預購市場 喔 對 這個預購市場佔我們的佔比逐年在成長 OK 我們有發現到 它可能 每年有大概兩位數左右的成長 哇 對 就是我們發現這個市場很龐大 然後就會去思考到 這些用戶他們在買什麼 對 那因為露天比較強項的幾個品項 是可能玩具 然後電玩 3C 然後 交通跟書籍等等 那這幾個品類都是用戶會預購的品類 對 那我們又去往下深挖 發現 預購的 我們叫客單價 ASP 比一般的現貨商品 高 將近兩倍 哇 買什麼啊買到兩倍 對 好 那 那個很多數據我就不細說 但是我舉個比較特別的例子就是 如果一支庫斯拉要兩萬 這麼大支 對 一堆人搶著買 就是我們在年度review的時候發現 這些熱銷品怎麼都是那種稀缺品 然後是一些新潮的品 或者是 呃 我開玩笑講說網家集團有兩個24 就是 那個PC用24H 今天買明天到 那露天這邊會有一個24個月 就是你現在買 等很久 你兩年後才會拿到這樣 但他們願意等喔 就是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而且甚至他願意先付款 然後賣家也不降價 也不用免運 但他們的成交率高 而且他的退貨率低 我們應該想像 會以為 欸 你買了 你如果到時候會棄單 但相反的他棄單率是低的 欸 那 他以這個金額 因為他客單加高嘛 他有預購 那 這有任何保障措施 OK 好 這也是我們目前在思考更 對於買家跟賣家更有保障的兩個點 就是 呃 因為對買家來說 他可能需要先付定金 或者是 對 他願意 比較多還是會用取貨付款 就是我現在等於是預定而已 我只是口頭預定 他沒有先 他沒有先付錢 喔 但是他等於是 但是對於賣家來講 因為他也沒有進貨成本的風險 但他得 現況 現況 現況來說沒有進貨 因為他不是先 就是進貨進來放著 對 所以他也是 欸你確定要訂好 那我先幫你booking著 那 等到這個原廠那邊 或者是 出貨了 有一些比較特殊IP出貨了 我再幫你 好 再出給你這樣 那 我們也在思考這個過程中的每個節點 對於買家的保障跟賣家的保障怎麼做 對 舉例來說可能 賣家這邊我們要做一些比較嚴格的審查 就假設他不是 呃 取貨付款 他是先刷卡 甚至他是先 先付定金 付定金 那我怎麼確保這個錢 露天是有控管著的 對 因為我其實前幾年 當然會聽說一些玩具商 然後他們就先得很 受了很多定金 然後就 可能是周轉困難啊 或者是人就跑路 這都 我 這是好幾個 所以我對這個印象深刻 所以我以為他是要付很多錢的 但這聽起來就只是 可能預付部分的錢而已 嗯 嗯 對 所以 對於我們會覺得這個市場特別點在於 對於買家來說 他 預購他理論上是有思考過 他不像現貨是因為 欸 我現在三二億我一定要搶完 不然沒有這個價格 那因為他 他價格甚至不降價 然後還 甚至還誇張一點 他再往上提一點 對 那對於賣家來講 他減少就是進貨的成本 但他當然要負擔這個被 跑單的風險 嗯 那所以 呃 去審核賣家的 上架機制 也是我們對於這個 預購商品 賣家我們會做比較嚴格的審查 嗯 就他相遇一般現貨 因為現貨比較沒有風險嘛 就是 已經在庫存了 但你我怎麼確保這個賣家 他收了部分訂金不會跑路 因為或者他需要付部分保證金 在平台上 嗯 那跑路我還是有錢可以還給買家 嗯 對然後再來才是 怎麼去定期的去 呃 我就要溫暖的通知買家說 欸你的貨 這個賣家已經在 喔已經在叫貨了 然後什麼時候有機會出貨 對 OK 好 那還有沒有別的 就是比如說像跟商店間的 OK 那邊應該也歸你管的 是是是 那那邊有沒有什麼更特殊的事情 因為如果沒有我就會再往下一個part 好 那 商店街跟露天的整合大概在今年初左右進行了 嗯 那我們去review了很多這個商店街店家跟露天店家去思考有沒有機會做一些更好的合作 嗯 那其中我們發現一個品類是商店跟露天都做得不錯的 就是3C 因為我們去觀察數據發現 呃 用戶在買3C的時候他 因為客單價高 他會希望這個賣家更有品質保證 所以他們有時候會傾向於有實體的店家 或者是他已經經營很久的店家 他才敢跟他買 那我們就在思考我們怎麼把這些店家挑出來 啊因為剛剛提到我們有3億多的商品 那怎麼 這個 把這個比較top tier的賣家找出來 那我們就思考了 我們組成了一個3C聯盟 就是露天跟商店街 呃 從這3萬多家的 3C賣家 我們找出300家 Top 100% 嗯 那他們必須符合一些資格就是 呃 他的 商品熱銷度要夠 嗯 然後他的 呃品類 他的服務滿意度夠高 然後評價夠高等等 那 那我們是每一季來review的 你可以想像很像類似ETF 嗯 就是我們 呃成分股會變動 對對對 成分股我們每一季會review 我們會依照這個當季的熱銷的店家 可能是哪些類型 來去 組成這個3C聯盟 嗯 那這個3C聯盟的店家 他需要有幾個保證 就是 他要呃 490免運 對 因為免運對買家來講還是非常重要 對 因為但露天 C2C我們沒有特別 我們有在做免運 但不是全賣家都免運這樣 那進這個聯盟的一定要免運 然後再來是670利率 以及四五天建賞期 哦 670利率 對 那就會讓這些買家更覺得 欸 哦這是露天精選過的 所以他們都有一個聯盟標章 嗯 然後我們也會特別幫他們做更多的促銷活動 嗯 每一季我們也在辦 這個賣家的會議 去跟他們討論說 他們希望我們平台提供什麼更好的服務 那我們會跟他們反饋說 買家這邊買的狀況怎麼樣 OK 好 那我得問一些 但因為市場上我們都知道有一個強大競爭對手 那接下來有什麼比較更 我不能講 更攻擊性的做法嗎 OK 講到這個我會想要先討論一個議題 就是 我不知道兩位有沒有感覺到 嗯 我們台灣對於這種 國外來的服務 嗯 的這個接受度蠻高的 因為有補貼啊 哈哈哈 因為最近庫朋來我們就一直在聊聊天說 喔庫朋韓國來的補貼這麼 好像很有錢 啊最近又買一個時尚店商品 對然後 對然後他們有錢嘛 然後他們可能拿國外的這個 資源 資金 來補貼 然後我 我最喜歡拿這個例子 我最近買礦泉水 然後礦泉水呢 我發覺他還是補貼很好 很多欸 那你就想說 喔既然是韓國人的錢就錄一下 哈哈哈 對這是原因啦 是 我覺得 這是我覺得 國際的這些 財團 或是這些 這些平台 巨頭 對他們在攻打市場的時候 做法跟台灣 我覺得有很大的不同 我說實話 我相信你在獵豹的時候 我在獵豹的時候 你是攻擊方 我是攻擊方 就是 尤其是大陸那時候 資金在膨脹的時候 他就是殺雷片甲不留 就是我記得是滴滴跟Uber吧 他完全 我管你 我賠錢就是要 看誰承受得起這個虧損 然後去 搶占市場 然後就贏者通吃 他們的 他們的玩法是這樣 但台灣的企業 很注重獲利 因為 這是股市造成的 對 對 那他就會變成 我們在 要確保獲利的情況下 怎麼去增長用戶 對 所以他們的玩法是 沒有我先把 這個 就是 這個player都 弄到很少 然後看誰 撐得起這個虧損之後 才慢慢收拾市場 這樣 所以我以蝦皮為例好了 他前幾年 進來台灣 就是大傻幣嘛 說實話就是 全免運 然後讓大家覺得 免運很合理 但沒有正常 如果 賣家跟買家都不付運費 那平台付 對 但 所以 這是補貼站 對 但他還在虧損 對 但沒有問題 他股價 國外股價反而更是漲 這個狀態就是 我覺得跟台灣市場很不一樣 那 那這個虧損狀況 我們不可能就 用虧損去跟他打 尤其是我們的那個量 是很大的 我們一虧是 對 不可接受 所以 我們就在思考說 他們現在的策略是 他已經開始想要break even 事實上 一代break even 但是他又投入這個電道店 對 因為東海 就是他們的母公司 在國外 他們前陣子的股價 也是崩跌的很慘 對 所以他們不斷的要釋出訊息說 我們已經開始這個 Ebitat是正的 然後我們在台灣 怎麼停止補貼或幹嘛 但他們又投入很重的 你剛剛講的電道店 然後 開始去 這個story應該是說 因為運費佔他們 免運佔他們的成本可能很重 所以他們如果改開 自己開店 反而比較省 這是一個神奇的現象 但是反正他們這樣子做 那 對 你應該是為了講這件事情吧 我現在還不敢冒然的斷定 他這個策略 好或不好 好或不好這樣 但 我覺得他有小失算 就是 因為他覺得電道店的服務本質 是物流本身 但為什麼台灣可以做起電道店 是因為 我們的Saven跟全家他們的 技術建設 已經很久 他已經做二三十年以上 所以他們才有這些電 以及 這個不是他本來的營利空間 這只是順帶回頭車去 去把物流完成或 這個delivery 但如果他單純只做物流 我會有個很大的問號是 他真的可以cover掉他的租金成本 各個方面的break even嗎 這是一個 對好 那他可能想要擺脫就是 傳統其他人掐他脖子的物流這件事情 但 自己做這件事情 我會有一個問號是 他損平的可能性 那 回到我們 我們當然希望 重點還是在 怎麼穩定成長 跟去 找到用戶的痛點 因為 當這些 我覺得有競爭是有成長的空間 因為知道代表 用戶的服務的痛點還沒有被滿足 所以我們會做更多的 譬如說force group 去知道說 除了既有用戶的客群在想露天的想法之外 所謂的小白還沒用露天的人 他的想法是什麼 那我們也在思考怎麼 這可以講 我們內部也在思考新的創新服務 可能往更社群的方向去前進 但反正這是一個方向 未來可能會有一個服務 是去跟社群有關的 然後來吸引大家更強來用露天 這個蓋鍋應該 這個方向是對 反正只是細節 是是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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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方向性 但我記得其實 這一招可能 也 對全世界來也不是新招 比如說淘寶 我一直常常覺得莫名其妙 他們好像有個挖礦 還是種田 還是什麼之類的服務 喔遊戲性的嗎 你講的是 對對對 然後我印象中 因為前陣子有一天 因為我也很少用 拍賣 蝦皮我偶爾很偶爾會用 但是我忽然發覺有人會用裡面的訊息傳給我說 我在挖礦還是種田之類的 然後我後來問了某一個人 那個人跟我講說 欸他們的種田服務很多人用 所以就是 因為進去弄一弄就有蝦皮可以領啊 真的啊 所以你有用過 就是它是某種牽到機制就對 有點類似 它讓你玩一些很簡單的小遊戲 會員的program 就是會員program 它增加黏著度 但陸天我們也有類似解任務的方式 可以取得陸幣 所以其實大家可能都有做一點點 因為我完全不受這個影響 對啊 其實是很麻煩的事情 因為我看起來有點麻煩 然後你可能每天得去做 但我猜證還是有很多人做 因為我以前是做遊戲 我以前是在遊戲公司 所以我看這些東西看得非常透徹 就是 我不會 我不會做這些事情 但是我知道這個原理 OK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方向嗎 還是你們其實最近你有做了 遊戲化這個嗎 遊戲化是一個 我剛剛講的那個社群 我大概概述一下好了 就是 電商在發展領域過程 它可能本來 現在是平台化的 但事實上現在已經很多碎片化的情境發生 比如說在Facebook IG已經你可以賣東西 然後LINE的社團團購也在賣東西 所以很多的交易已經不發生在平台上 它已經是 我覺得它是下一個 你要說下一個Generation 他們在買東西的形態已經跟我們以前不太一樣 對 所以我們在思考說 我們怎麼去承接這些流量跟這些交易 然後它是在非平台的情境下發生 比較偏社群 甚至是封閉型的社團等等 欸講到這個我忽然間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現在常看到就是說什麼 飲品 影音帶貨 對 這也會是你們的方向之一嗎 我們有在思考 對 但 畢竟影音不完全是露天本身的強項 對 當然 因為看起來 我就是看中國大陸在邊 比如說他們在新東方啊 這個網紅帶貨啊 這個 這個感覺會是一個 假設如果這是一個 就是亂講 萬一如果露天突然說 我們也推出第一個 針對商家 賣家 這個提供一種很自助的影音 影音商品 或者是影音的直播的服務 這可能是一個 這我亂講的 這也會是一個社群的方向吧 呃 再考慮 他還在考慮 對 但 但我們傾向 因為我覺得 社群很特別的一點在於 人跟Content 對 然後這些KOL 他們怎麼去 發揮他們自己的小影響力 或者是 他們對某一個 呃 Category 足夠專注 所以他會去找到一些好的品 是 可能沒有進到平台 也沒有進到C to C 然後他自己有自己的渠道 然後他自己的一群粉絲 去經營 那 對 所以我們可能更朝類似這種方向的社群 去做經營這樣 OK 比較像團媽這樣子 嗯 這也是一招 這也是一個feature 其實 因為 我們看到我們其實前面幾集 有跟Phoebe的人聊過 他們在做團購 就是 比如說嘉義 然後他就可以在一些社群機上 統計你的單 對 但是如果 如果是露天來做搞 其實也是蠻合理的 做某種feature 然後把它導回在你們這邊結上 或是那個 那個這個金流 導回你們這邊 其實某種程度上 也是合理的 對 Anyway 幫忙協助發想feature 謝謝 是我們想的 記得這個 這個要分我 跟Vicky講一下 跟我有關 OK OK 好 那所以 我們可以聊聊 你在加入露天 這是露天你是加入 什麼 兩年前加入的 兩 對兩年多前加入的 對 對不起我錯了 露天 你還有沒有什麼需要補充的 最後一個你覺得值得講的 剛剛提到就是 我覺得整個文化的迭代 是我家露天 比較大的一個轉變 對 剛剛提到敏捷嘛 再來是Data Driven 就是 我們更偏數據導向在做決策 就是 譬如說很多PO 或是 許留單位在提需求的時候 以前可能Timber行空亂想 就 因為有一個賣家或買家提過 他就提出來講 然後就會被討論很熱烈 但是 我們會更認真去檢視 他帶來的成效是什麼 所以 舉例來講 他的目標是 UU的提升 然後Order 還是Buyer 對 所以這個小team就會 在PO 在接需求過程中 也會去思考 然後 這個team就會去思考 FValue 跟最終帶來的成效 那最後去確認 這個題的 有沒有真的做到 對 然後這個review機制一建成之後 他們就會很謹慎的去思考 不會亂提需求 那個步驟 對 所以那最後 以某種北極星指標來講 你們會是 用哪一個數字 Order 或者是 嗯 事實上如果你用 因為我們還是一個 這個mail平台 最終當然是用 Transition Order 來當 最終的指標 是 好 那在加入 露天之前 你做過哪些事情啊 我在露天之前 服務過很多不同的 類型的產品 包含到 在最早在 TutorABC TutorABC 在中國還是台灣 台灣 台灣的TutorABC 但我們那時候 我有碰到VIPABC 對 那個是大概什麼時候啊 2012年左右 哦 OK 對 那時候的 我覺得網路行業還 還在一個 成長階段 我覺得還是一個 鋪命的階段 然後 TutorABC把 這個E-Learning 做到 我覺得做得很好 因為它完全散用網路的技術去 你在台灣就可以去 媒合到全球任何一個 國家的外型老師 然後你甚至可以客製化 選自己想要的主題 那 那個階段我們遇到一個挑戰 就是 本來我們都是用PC在上課嘛 以前 就是PC 可以用一個 CAMERA視訊就上課 那 那時候的手機還 我記得還是3GS 還沒有變那個4S 對 那iPhone 才剛 事實上 幾年而已 然後 我們的老闆就希望我們 可以讓大家可以在手機上上課 哇 這個就有一點難度 就是一個難度 因為網路也是3G 對 在沒有WiFi的情況下 怎麼確保這個通訊品質夠 還要有視訊可以傳遞 對 所以那時候 花蓮桌之間就去克服這個問題 然後再來才是 也建了 線上克服系統 對 那時候 線上克服也不像現在這麼friendly 就是 以及我們希望有自己更完整的機制 所以也建了自己的線上克服系統這樣 當時間中國 你說有VIP 這個TutorVIP 它等於是中國 在中國的產品 那 可是它的研發廳是在台灣嗎 產品一定在台灣 那時候大部分的研發廳在台灣 然後我也沒有試著招募 就是 中國的RD這樣 OK 所以 這個是Tutor 你知道TutorVIP 最近也說還沒有做直播 但是 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直播帶貨 一點點知道 對對對 所以剛剛是Idea從那裡 直播帶貨 他們也說要 因為他們的強項本來就是視訊 視訊跟音頻 對 又好像有點合理 我那時候看到這個時候 我想說 你們是想學新東方嗎 但是 OK 對 都是直播的技術 懂了 好 然後後來是到了 ETMORE 東升購物 對 那 在東升那邊 因為 從Tutor開始 看到網路產品的這個服務之後 我覺得電商那時候就很感興趣 因為我覺得電商是一個很daily的行為 然後 也 在東升主要做了幾個比較大的調整 就是 那時候開始Mobilize 就是本來也是都在PC上下單 開始要轉成APP 對 所以把這個APP的服務界面做得足夠好 然後後期才開始去 熟知行銷這一塊 就是我開始變成廣告投手 對 就是我預算 然後我去投說 那我要在Google Facebook 然後 關鍵字 或者是一些曝光型廣告 然後線上線下 它的ROS怎麼樣是最好的 然後廣告素材成效等等去做分析 對 所以那時候就比較理解整個廣告生態圈的運作 對 所以等於是電商這個 線上學習平台 那在ETMORE大概多久啊 也快三年吧 那也是蠻久的 因為 據我理解 ETMORE都很快就正亡 這我自己講 這真的都在我身上 好好好 我們那個ETM的成效事實上很不錯 就是我們連續三年都是白白成長 哇 對 所以大家的表現 那時候的ETM表現都還不錯 對對對 因為我那時候看到 哇好多人進去 然後很快大概可能半年就離開了 所以他講三年說 這特別厲害 沒有沒有沒有 對對 OK 那後來就去這幾年去獵豹的 我記得印象 1617 1617 17左右 對1617 然後 因為那時候ETM很大在101 對在101 83樓 然後 剛提到因為我 對廣告生態宣很有興趣 所以 他們在想要見自己的廣告平台 所以 我就被邀請進去之後 我還特別跑去法國 因為那時候獵豹有收購 國外的公司 法國 所以法國那邊有做了廣告平台 跟財務系統 我從台北這邊帶工程師去 把它接回來 然後再跟北京 美國的人一起去做 剛提到的 SSP就是 Supplier 就是 你有APP 要曝光廣告 你就跟 Supplier這邊去 下載SDK 裝進去之後 那就會跟我們的廣告平台 要廣告來投放 那 DSP就是 Demand Site的 就是廣告主 想要下廣告 你要設哪些廣告預算 觸材 然後走期等等 你要targeting誰 然後DNP就是 剛提到 所有的用戶的 Data的資料跟標籤都會在DNP裡面 那中間就是Exchange 所以透過這個生態系去把 供給方 需求方去做媒合 然後去Ranking這些廣告的排序 這樣 OK 我記得那時候量很大 你還記得那時候獵豹 一天的Impression嗎 哇 Impression我 應該是幾億之類的 因為連 櫻光用戶就是六億了 對對對 所以他Impression一定是一個倍數 一個超級的大的 我印象中是一個超大的 非常巨大 就是我們每天的營收也非常高 巨大 對對對 就見證了整個 最好的 App 移動互聯網廣告的時代 對 全球化的這個浪潮這樣 對 OK 那後來獵豹蛋就 反正各式各樣的原因 反正就沒有 就沒了 那 對 那我補充一下 那時候我們在 17年底 大概在區塊鏈 再興起的一個階段 對 那公司內部有鼓勵 我們做內部創業 對 所以我就去提了一個白皮書 就是 我覺得我們區塊鏈交易所 應該是一個可變現的模式 是一個很大的趨勢這樣 當然你會想說 那時間點已經有 全世界可能有幾百家交易所 正在 正在發生 很多 但剩下不多了 對 剩下不多 但我做的那間還在 對 Btrue還在 Btrue 對對對 所以你那時候提的交易所是Btrue 對 Btrue是我做出來的 就是我們從零到一 就是 你說一個門外漢 怎麼敢去做交易所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 特別的心理狀態吧 就是我覺得 那你為什麼不再繼續做Btrue 等一下 這題我就更想知道 為什麼你沒有在Btrue 好 我解釋一下 就是 那個階段 我先講一下這個過程好了 就是這個 零到一做交易所 我覺得最特別的是 我本來完全不投資 我幾乎不投資東西的 是我先碰到Btrue之後 哇 這是一個好新的市場 然後又是一個 很具機會的 的投資方法這樣 然後 所以我從門外漢開始 學會看K線 然後去看交易 怎麼Bidding這樣 然後 然後才提完這個白皮書之後 我那時候 就覺得 哇 我真的要做這種產品嗎 這難度好高 然後又是一個 財務金融門外漢這樣 然後 研究了很久之後 才把這個交易所弄起來 從 我們叫交易擺盤 然後訂單 然後撮合 尤其是我覺得 交易所會特別複雜 它跟一般的服務型產品不一樣 是 它Real Time的那個 Bidding Bidding是非常 重要 而且只要差一點 你就會差很多錢 對 你就會突然掉一根線下來 你平台就虧損了 還有交易量深度的問題 沒錯 就是 不管是交易所會賠錢 或者是一般使用者賠錢 都是個大問題 是 所以它價格量的問題 跟即時性的問題 然後甚至 除了人的手動交易 還有機器交易 OpenAPI交易等等 甚至還要防止 這個 就是 惡意濫用 惡意濫用 然後還有 搬磚 就是因為你跟市場 如果價差太大 你平台又會被搬磚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 解決了很多問題 也很好玩 然後 後面才是 這些基礎建設都做完之後 才是運營的 有趣點 就是 你是一個交易所 然後別人為什麼要用你的服務 然後你又是一個這麼新的 對 所以 信任 我覺得 我們後面 真的有一個比較巨大的增長 是我們發現 線下的這個 Mina是有效的 就是然後再跟社群的建立 互動 在Twitter上 在Telegram上 跟他們很長期的互動 所以 這也是我覺得 滿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就是 真的把一個 什麼都沒有的東西 然後做起來 然後有用戶在用 對 那還是回歸我的問題 那不是現在 這個為什麼沒有在那裡 OK 所以他就讓我萌生對金融這個領域有很大的興趣 就是我會覺得 哇 創新服務加金融這件事情 是我那時候覺得 我好想做的事情 然後 對 然後因為 當然服務 我們本來在台北有team 然後北京有team 所以 最終我們會 我們的 這個用戶都在全球 是 對 那最後希望大部分人可以到北京 那因為 對 那因為我結婚了我覺得 然後又加上疫情 那時候是2020吧 哇 剛好遇到疫情 然後我 我不太可能拋架棄子 然後為了我的交易所 就 太可惜了 對 現在又流牛市了 對 不然我已經有很多 我的平台幣都 對好 對 有道理 所以 那剛好音樂際會 台灣那時候我們在做 這個 江南銀行 就是 又是存網銀 哇我覺得 對 存網銀加新創 正符合我那時候 最想做的事情 這樣 所以我就加入了江南銀行 也把江南銀行從零到一 這樣做出來 江南銀行哪一部分 APP 因為江南也走APP APP很好用 真的嗎 我 你知道我 透過我的推薦 我的referral code 推薦嗎 大概有500人 加入 OK 謝謝你 對對對 就是300到500 我現在不太確定 但是反正是個 400左右的數字 然後referral 他們應該知道了 但是我那時候只是寫了一個說 因為那時候我自己做了信貸 然後我說利率很低 然後我就在我的Facebook上貼了 然後referral code 到上個月我看都還有一兩個人 通過了referral code 莫名 但是我覺得 但這是因為法規或其他原因 那時候我印象最深刻是 對保是用視訊 對 哇靠 我覺得那時候最大的挑戰是 因為他只能用APP來完成所有的服務 對 那比較可惜的是 因為我們跟傳統銀行 事實上我們用的是同一條法規 對 所以你說真的要做新創服務 但我們用同一條法規 它還是有一些局限性 對 所以我們盡量在合規的情況下 怎麼把這個便利性做到極致 是我們那時候遇到比較多的挑戰 其實我猜測這根本就是原本 如果因為你有biture的經驗 所以在KYC那一段 其實他原本就用到了很多 很接近 很接近的東西 如果你說B出是一個交易所 事實上他也接近一個線上銀行 因為用戶要入金 我們也要做很多KYC KYC就是 Know your customer 就是我要知道你是誰 然後你上傳 如果是不同國家你要上護照 然後你還要視訊 或是你要扎個眼 讓我知道你是本人 這樣不是一個照片來騙我 然後 有一些AML洗錢防止的風險 你在其他國家有沒有一些問題 這樣 然後我才確保你是一個OK的正常法案 這個叫自然人 我願意讓你進來註冊交易 這樣 所以他跟銀行這個部分蠻接近的 對 然後他也要一些風控 那銀行也是 只是差別在監理 因為銀行就是 金管會直接監理 但這個 當時的區塊鏈交易所 還沒有那麼明確的監理機制 但是我們平台 自己又要把這段做得足夠好這樣 因為 我必須講就是 因為那個時候他是 合保人員 我們以前 我不知道有沒有貸款 但是貸款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到銀行或人家 會來跟你就是 簽簽名 證明是本人 才能夠結束這件事情 大概我過去 不管是車代 或是各式各樣的 我都沒改過 但是江蘭銀行那意思 我說他是視訊 對 然後有一個穿著江蘭銀行 政府人跟你視訊 然後跟你對保 跟你確認是本人 結束了 你這樣就結束了 這一個 免去實體 跟人家見面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情蠻 但存亡銀也沒有實體啊 對 因為沒有實體他得這樣做 我記得江蘭銀行的APP 應該是這幾家裡面最早上的 跟樂天 比較晚 我們比較晚一點點 比較晚一點點 但那時候我就想說 就做得蠻好的 所以 anyway 那時候因為 不管是小梅子或是 小梅子有來過我們節目 IC也有來過我們節目 所以你在他們之後 所以你們都是江蘭體系的 欸我 訪問了第三個江蘭銀行的人 對對對 所以 anyway 這是我覺得 所以那時候就是把APP這一段 給建起來 非常好 那所以將來 就將來結關性任務 所以你就又 就來了 露天 是 哇這真的是 都不一樣的挑戰 對啊 對 因為我自己回頭看 我會發現我自己會 對於創新服務這件事情 還是很有憧憬 它可能不一定是某一個 特定的領域 或者是一定要破壞式創新 它有可能只是我叫做階段性創新 或是進階式創新 所以我會感覺 有時候創新就只是去 米平一些資訊落差 對 就是用戶跟這個服務之間 我怎麼把這GAP降到最低 然後讓這個門檻降得很低之後 任何人都可以很簡易的使用 我覺得這某種程度也是一種創新這樣 OK 好 那今天我們聊了這麼多 最後是比較更軟性的部分 就是在聊一下 最近 你工作之外 你做些什麼運動啊 看些什麼書 做些什麼影視作品 對 運動 我覺得運動很重要 然後因為工作平常壓力超大的 運動是一個 我覺得可以讓腦袋reset的moment這樣 所以 我平常會跑步 然後 然後再去打籃球 我從可能國中左右開始一直打球到現在 然後 但打球很危險 打籃球會 對 很容易受傷這樣 所以小時候 喜歡跑跳 然後受了很多傷之後 現在就 打球的方法是不離開地板的方法 不跳 盡量在外線 不搶板 就讓小朋友去裡面搶這樣 我們在外線等 因為我上次搶籃板大概是四年前 然後我手就 挫到 我就再也不打 我就沒去 我們就把這個很激烈的這個 進區就交給小朋友去 然後我們就在外線去等空檔這樣 沒錯 所以那你跑步會去 比如最近馬拉松之類 回去跑嗎 我很久之前 還比較小的時候會去跑 然後那時候跑過最特別是那個 轟爐地 轟爐地 哇 第一 我第一屆參加的 他的起點是在山上 蛤? 對他起點在山上 然後你下坡很輕鬆 你就是慢慢 對 因為他下坡你就不用 對 最痛苦的是回去 回去要回來的 他是要回到山上的 哇 回去那段就真的瘋狂 因為你已經 筋疲力盡了嘛 你還要 你幾乎是用走的吧 我最後 他是到山下 他是山下 然後去繞外面的河濱 然後再回來 然後 我覺得台灣的馬拉松最特別的是 幾乎是在吃東西 他就是個大把費 就是 你每個中繼站都有很多攤車可以 補給 你會發現 所有人都停下來 根本不是在跑 就是 這邊有那個 這邊有那個 對 OK 所以最近沒有 沒有跑什麼 台北市馬拉松 沒有沒有 現在就沒有 現在比較 對年紀大了比較不敢去跑 怕跑不完 OK 那 你有什麼 推薦的書 或者文章 或影視作品 最近你印象 不管是商業上 或個人思考上面 我最近看了一本書 是那個 峰值體驗 這本書非常多人推薦 最近看 我覺得它裡面很多思維 它結合了 當然敏捷在裡面 然後 它結合這個叫 從user的角度 去思考問題 因為 我覺得產品經理 或是在做服務的時候 很常 會陷入自己的角度 覺得 我這樣想 客戶應該是這樣想 但 往往 我舉個例子好了 就是 露天我們有一些品類 我們想要做好vertical 譬如說玩具好了 我們那時候就想 那我們把玩具的這個首頁做一個改版 未來它可能可以變成一個獨立的網站 專門服務 玩具的服務 的用戶這樣 那 所以我們把這玩具的管手 做了一個改版 那 我們的PO就想說 那 PO是什麼意思? PO是product owner 對對對 我們的product owner 就去改版 就是想說 用戶如果進來這一頁 他應該想看什麼什麼什麼 但 我們最後放了一個問卷嘛 就是避免就是 用戶覺得使用不習慣這樣 那 上限的第一版 大概50%的人說 不滿意 然後 這不是我要的 拜託不要改版 我們想說欸 怎麼了這樣 因為管手頁是分類的主要入口 那 他把這個分類放得很下面 他把這個 它裡面了 對 他把這個個人推薦跟我們推薦的賣家放在上面 然後這群人就說 欸 我要找的東西怎麼不見了 對 所以我覺得 他最大的差異點就是 我們現在就會跟所有的 不管是需求端或是我們自己的PO講說 不要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思考用戶 even你在其他場景你是用戶 對 但你建立這個辦公室這個building 你就不是用戶了 你就是這個product的規劃的人這樣 我以為現在 現在比較modern一點會做某種AP testing 或不是一板上 當然我剛剛講的那是AP testing的過程 然後所以只是 我們還是要去用問卷來蒐集 因為有質化跟量化 對 那量化就是只是看PVE 然後它的停留時間等等 但我覺得質化還是重要 因為 你很難用數據就看到這個用戶背後的insight 那甚至 這本書裡面提到一個重點是 我們甚至要透過面對面的訪談 去找到不同類型的用戶 譬如說小白就是完全沒用過的人 小紅是對你很忠誠的用戶 小黑是用了之後跑掉的人 對 黑你的人 對 那這種類型他都會 在 他用完你的產品之後都有他自己的想法 那透過訪談之後可以真的找到一些insight 去trigger我們知道痛點是什麼 然後癢點是什麼 怎麼去把這些我們的好的點放大 OK 欸 我知道這本書 這本書有正題中文版嗎 沒有 正題應該有 你看的是繁體的嗎 我看的是繁體的 你看的是繁體 OK 因為我知道 因為我知道這本書的原因是因為 最近呢 在所謂商周他們的CEO學院的這一堂課呢 對 非常熱門的課 而且 蠻貴的 我不知道幾萬塊 但是反正是一個蠻高價 而且是 供不應求的一堂實題的課 那但是呢 實際上 鳳子體驗這本書在有繁體中文 正題中文之前 他其實已經在中國那邊 中國大陸那邊 有非常大的這個閱讀量 也就是說 比如說你去得到 你可以看到這本書的購買次數是什麼 幾十萬還是三百萬 哇 我忘記 他是一個很巨量的書 如果你要買比較便宜的 你去請用得到 或者是類似中國的 騰訊讀書或其他讀書 你可以找到他們的那邊的版本 基本上這兩本差異就是 他可能針對台灣或是 因為那可能是比較舊版本 會有一點徵修的差異 但是 據我理解是八神像 所以其實如果要看這本書 我 我聽到我看到 我看到蠻多人蠻推薦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去找一本 找這本書來看看 OK 那最後一個問題 你拜拜嗎 你是你的信仰是什麼 喔 我的信仰 小時候就跟你家裡拜拜 所以 就是 我也會拜拜 然後我覺得信仰也是一個很特別的 的情況 就是 我覺得我們 even自己的信念很足夠強 但是你總會遇到一些frustrate的時刻 對 那我覺得拜拜是一個 你要講心理的慰藉 或是去找到一個寄託嗎 對 就是去讓你自己 增強你的信念 對 所以我覺得拜拜或者是信仰 還是會做的 還是會做的 那你有推薦的廟嗎 哇 這個廟我沒有特別 沒有就沒有 OK 因為有些人有特別喜歡去某一個廟拜 對 你有推薦的嗎 我有推薦 棉豆腐 棉豆腐之前有人說竹林寺 棉豆腐之前創辦人他有來 他講說他喜歡去桃園的這個觀音竹林寺 我自己 我自己 我自己還是行天公 這個比較comment 對他比較近 他比較近 然後大家比較comment一點 但是anyway 對 好 那今天感謝這個Mike 來跟我們今天聊天聊這麼多 謝謝今天來 謝謝謝謝 掰掰 掰掰 謝謝掰掰